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民众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以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 四个人会谈下 双方协商出蓝白盒的共识 往前推进一大步 对此基隆市蓝营要角 基隆市长谢国良感到欣慰 市长会不会觉得离下架民进党更接近 其实我很坦白跟大家说 请大家不要以为红柯或柯虹 就一定能够下架民进党 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直接的感觉 只能说蓝白盒才有可能 在选举中有机会获胜 那过去以来 一直以来 所有的选举的败选 都是因为轻敌跟乎 就是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 这个每一步的一个细节 所以我只能很严肃的去 看待未来要走的每一天 但是总之大家愿意碰面 然后在马总统有高度的协调 跟提议之下 双方有一个共识 这个还是要给这几位这个政治上的前辈跟领袖 一个肯定跟一个赞 但未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待克服 我并没有觉得好像这个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反而是未来更多挑战的开始 我觉得大家要更谨慎更努力 那对于谁政谁负有没有什么期待 或者是由民调来决定 那当然我私心上当然是希望侯科配 因为我们是国民党的 不过任何的结果我们也都愿意接受 因为既然他们四位都愿意协调出来这个结果 那所以只要是一个大家所协商 有共识的一个机制 所协调出来的结果 我想我们都会愿意接受 大家也要继续的努力 在未来的两个月中 大家尽一级的力量 我想我会尽好我基隆辅选的工作 把基隆的工作把它做好 并期待各县市的同志也是如此 大家都做好自己的工作 把这场选战表现到最好 而基隆市绿营大咖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则是反奉表示 选择蓝白盒不如选择赖清德 我觉得是这样子 感情是不能免购的 你硬要两个理念 还有特别的认知的不同的政党 合作在一起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柯文哲的选民 很多是一块是年轻人 他们认同国民党嘛 你强迫两个政治人物 你们两个在一起牵手 那底下的人呢 有没有想过大家的感受 我想这样子 选择蓝白盒不如选择赖清德 我们还是相信一个准备好的人 来作为国家领导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我想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民众党的选民 请问你的立委要怎么选择 所以你在上面 两个人携手合作 真正的合作吗 还是 大家还是勾心斗角 最后最后 马英九前总统忽然间出现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不问 大家都可以不说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中国的介入 如果是这样子 在选择我们国家 未来的领导人 大家信任嘛 安全嘛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 希望大家可以认同 我们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脚步 都是做一对一的准备啦 那我想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必须要有理念 要有政策 要有愿景 如果你们都没有在说任何愿景 这只是实质的政治分章 然后是台湾选举史上最大的首音啊 我想这对我们从小到大 公民教育的选嫌与能的道理都不相通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 还是继续支持赖清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